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像素着色器 在学习像素着色器之前,我们还要来了解GPU的几个最基本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裁剪阶段 因为我们必须要丢弃掉在我们平解体之外的几核体 裁剪与平解体边界相交的几核体 只留下平解体内的部分 比如,我们现在来绘图说明一下 假设这是我们的平解体 然后这一个是与我们平解体相交的几核体 然后我们就需要裁剪掉平解体外的几核体 比如,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及这一部分 我们只会保留在我们平解体内的几核体 因为在我们平解体内的几核体 最终才会被我们看到,才会被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保留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以及这一部分 我们将我们的平解体定义为六个平面 分别为上、下、左右、远、近 我们其实也就是要裁剪 我们其实也就是要裁剪与我们平解体方向相反的多边形 比如,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以及这一部分 其实也就是要逐一裁剪与我们每个平解体平面方向相反的多边形 现在的GPU都会帮我们完成这一个裁剪的工作 在这里我就不再给大家讲解裁剪的具体算法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 在这里我简单的给大家提示一下 根据我们上节课学到的内容 可以通过投影之后得到的NDC空间的坐标 以及NDC空间的区间来进行裁剪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判断一个3D模型 是否在摄像机的视野内 用到的算法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光三化阶段 光三化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为我们投影之后 得到的三角形计算像素颜色 在光三化阶段里面有一个背面消影的阶段 这一个背面消影的阶段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学到的背面剔除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对顶点进行插值 大家要注意 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就讲到 顶点不单单只是空间位置信息 顶点还包括了各种属性 因此 这一步其实是在对顶点的所有的属性进行插值 插值的算法 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是线线插值 本质上 三角形表面的像素颜色 都是通过顶点插值得到的 同样 我们也不必关心插值的具体算法 因为GPU也会帮我们完成这一个操作 但是插值的这个过程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因为在像素着色器里面 我们会经常用到 颶点着色器传递过来的数据 这一个数据 其实就是在光三化阶段里面 被进行的插值的处理 然后我来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光三化的过程 假设这是我们需要光三化的一个三角形 光三化的算法 我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 我们对这个三角形进行切钩 把它切成两个三角形 也就分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当这个三角形被分成两个三角形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两个三角形使用同一种算法 从左到右依次对它进行插值 因为这两个三角形的边界 我们都是知道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边界 以及这个边界 来对它进行插值 我们的插值过程 其实就是从左到右 依次对它进行插值 然后在插值的同时 我们就计算它对应的像素的颜色 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光三化最简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像素阶段 目前为止 顶点折射器对顶点数据进行了处理 然后光三化阶段对顶点进行了插值 这些插值就会被当作像素折射器的输入参数 传入到像素折射器里面 与顶点折射器一样 像素折射器其实也是一个函数 它处理的是像素片段 因此它也被称作为片段折射器 像素折射器的任务 就是为每个像素片段计算一个颜色值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像素片段有可能不会被写入到后台缓充区 我们有可能会丢弃这个像素片段 当像素片段被写入到后台缓充区之后 我们才能够认为它是一个像素 到了这里大家就应该要明白 翻列模型最终的颜色 其实就是我们在像素折射器里面 计算出来的颜色 我们在编写像素折射器的时候 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我们要尽量使用长量值 然后就是我们要尽量在顶点折射器里面 将数据计算好 然后传入给像素折射器 最后我们要避免在像素折射器里面 做复杂的计算 我们要知道像素折射器的计算量非常大 它跟我们的显示区域成正别的关系 我们的显示区域越大 它的计算量就越大 比如我们绘制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 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 0.折射器实行了三次 但是像素折射器的计算次数 却不止三次 我们的显示区域越大 差值越多 像素折射器的磁形次数就越多 我们可以肯定 像素折射器的计算量 是远远大于顶点折射器的计算量 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会发现 如果一个配置要求特别高的游戏 我们的屏幕越大 游戏的流畅度就会越来越低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投影的面积非常大 差值的次数非常多 像素折射器执行的次数太多 从而造成的 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有一百万个顶点的模型 在顶点折射器里面 它只执行了一百万次 但是在像素折射器里面 它可能就会执行几千万次 最后就是输出阶段 像素片段由像素折射器生成之后 被传送到输出合并器里面 在该阶段 某些像素会被丢弃掉 未被丢弃的像素 就会被写入到后台缓车区 混合的工作就是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完成的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节课程里面 我会结合之前我们讲到的所有内容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在OpenJu里面 显示一个简单的OBJ模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